欢迎来到频道Daily Star News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琉璃演员集体壮脸,袁冰岩赵丽颖还好,诚意和她才是复制粘贴 有时候觉得缘分这个东西还挺奇妙的,两个人虽然说没有任何的关系,但是却长了一张比较相似的脸 今天小编就带大家来看一看《琉璃美人煞》中几位演员的壮脸明星 首先袁冰岩,她和赵丽颖都属于可爱的长相,而且都有一双圆溜溜的大眼睛 所以网友们纷纷觉得她们长得非常像,不仅是穿上现代装,就连穿上古装的她们也都仅限一样的活泼灵动 刘学义在该剧播出之后,却被网友们觉得与刘欣优有一点相似,甚至被说难道是亲姐弟吗? 当你仔细看的时候,你会发现两个人的嘴巴,以及脸部下方非常的相似,但是毕竟是男女,所以还是可以明显看出来差别的 赵涵英子曾经也算是红极一时,但是后来却突然消失了一段时间,再次归来之后,她也以赵英子这个名字面向观众 这两年她也在多部古装剧中饰演了《天下第一美人》这样的一个角色,相信一直关注她的观众都知道她与之前的长相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可以明显看出鼻子和下巴有过整容的痕迹,甚至被不少网友表示撞脸拘禁衣,同时穿上白衣古装的两个人,你觉得像吗? 诚意无疑是这个夏天最大的赢家,出道多年一直饰演配角,却凭借这样一部大男主的戏份而一夜爆红 网上有关她的很多历史也被网友们扒出,有质疑整容,有传言学历造假等 可即便如此这一点也不影响支持她的粉丝对于她的喜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她与李红毅的长得非常相似,尤其是这侧言,不仔细看真的是分辨不出来 不过你仔细看的话,你会发现诚意的眼睛比李红毅稍微大一些 你还知道娱乐圈中哪些撞脸明星呢?欢迎留言互动,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